臺東的富岡漁港碼頭是前往綠島和蘭嶼搭船的地方 不過因為漁港腹地小 道路也狹窄 經常大塞車 昨天港區外環道正式完工通車 不但可以大幅改善塞車的狀況 也是一條看海景的景觀大道 這條通往富岡漁港新的港蹄共購道路 將近兩公里長 拖甘城兩線快車道和兩線慢車道 還有人行道 14號上午正式完工通車 當地塞車的情況可以大幅改善 富岡港是通往綠島和蘭嶼的海上交通港口 為了改善老舊的台東富岡漁港 四年前台東縣政府爭取中央兼費進行擴港工程 其中這條東五十六線是進入港區的重要道路 去年開工 歷經一年的時間 花費近四億元完工 政府表示 因應疫情不能出國旅遊 離島旅遊人口大增 已向中央在爭取經費 希望也能加速改善綠島和蘭嶼的港區建設 南嶼的開圓港跟綠島的南寮港 長期也是被民眾說比較需要再更好的更新 那我們應為了未來跟交通部來申請經費 通車的東五十六線 縣府以命名為海濱大道 不過還有一小段通往碼頭的聯絡道 屬於港區擴建工程 預定敢在明年元旦假期前開通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